神让我们经历这些 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去活出祂的见证 踏入婚姻之前 因为跟先生是交往十多年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双方家长就认为是要进入婚姻 但是在中间一个过程的时候 就是经历到先生的一个出轨 以前就觉得 以前自己就很有想法 那进入婚姻之后就觉得 你更没有资格来跟我说 我要多尊重你一些什么 我觉得那是一种 心里面并没有选择真正的原谅 回到教会小组 进入小组 那开始每天去读神的话语史专 那有一次就读到神 就告诉我说 当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祖 对 那其实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就是在神面前就是 就是在祷告祖祭堂的时候 我真的是哭到不行 就我也跟神说 为什么我要顺服祂 为什么是我要顺服祂 当我问神的时候 神就是端的跟我讲说 顺服你的丈夫 也就是祷告祂 如同顺服祖 照射 我剛好就有一個朋友他補習班忙不過來 所以他問我有沒有意願去接手他的補習班 所以我就跟他說好那我就接手 那其實剛開始的想法是 覺得我可以陪伴我的孩子 我孩子可以從其他的同儕之間 學習到一些可能跟朋友之間的相處 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就決定接手 那其實在接手補習班的時候 其實中間也有禱告尋求神 如果不是神要我做的 其實我就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在跟朋友談接手的過程當中 就是都還蠻順利的 所以我就順利去把他的補習班接下來 在補習班換一棟建築物 你就要重新立案一次 那立案的費用其實也不少 所以那時候在舊的點換到新的點的時候 補習班的那位朋友他就是建議我 建議我說其實現在當下很多補習班是沒有立案的 是等到可能有人舉發你了 我們再去跑立案這樣子每一年可以省不少錢 對那每一次跟他討論因為我要立案 所以他有立案的經驗 所以有時候我會去問他說 欸接下來我應該要走哪一個程序了 對然後每一次我電話給他 就是打電話給他他每一次都會建議我 提醒我說你要不要先不跑立案 但是每一次他的他問我 我每一次都是很確定很肯定的跟他說 我就是要跑立案 對因為我覺得立案是合神心意的事情 鄰居幾乎幾乎都在拜拜 很常在拜拜 所以他們曾經他們觀察我們補習班一段時間 就發覺我們補習班為什麼都沒有在拜拜 那他們就就是私底下會討論 那有一個阿姨他就是把他們討論的 那來跟我聊天的時候跟我聊到 那那個阿姨他就就是跟其他鄰居說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是不拜拜的 對那我覺得在那個環境當中 可能他們會覺得我們是個跟他們是不一樣的人 對但是對我來講我覺得 既然是神要我做的事情 那我就是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那他們拜拜有時候跟他們聊 他們拜拜就是為了要平安 能夠家裡面平安 那我覺得透過我們沒有拜拜 其實我們鄰居也看到我們補習班 一路以來我們的孩子都是很平安的 有時候因為補習班剛開始人數並不多 後面收入進來 然後開始要11就告訴自己 然後跟神說好我要開始11了 在有一次的11奉獻過程當中是 那個月收入跟支出剛好是剛剛好 對那剛剛好的情況下 那一次又要奉獻1萬多塊 就是11 在那個禮拜天要來主日的那個禮拜 我幾乎每一天都在跟神討價還價 就是跟神說我一定要這麼多嗎 可是我這禮拜我可能還要支付什麼 下禮拜又要支付什麼 神也很清楚的告訴我說 這是當哪的 那順服神我就真的把那個 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 就奉獻出來給神 在那個月的結余上面竟然是多的 從那一次到現在 我一直就是持守在十一上面 剛剛接手這間補習班的時候 孩子跟家長就會迷失在分數上面 他們會覺得說 今天我交這個朋友 他分數都90分以上100分 那他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朋友 他們孩子就會很樂於 跟這樣的朋友在一起 那可能另外一個小朋友 他可能學習 學習狀況比較不佳 吸收力比較慢 那可能他的分數就不是那麼好看 可能六七十分 那孩子就會用分數來定義這個朋友 從這個六七十分的朋友上 同學上面可能學不到什麼東西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當我發現的時候 我就是開始組起職場祭壇 選定了一個時間 那那個時間就是孩子們就開始跟著我 就是我們會播放詩歌 然後接著禱告 那祷告的方向不是為了我們的成績 不是為了我們個人 我們祷告的方向是為了孩子們的家庭 學校 那甚至於老師 同學 那他身邊的人 甚至於為嘉義 為這個國家 為台灣祷告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孩子們他們 越來越喜樂 他們在彼此之間的相處 不再是比較性的 他們反而就是可以去彼此欣賞彼此的 長處跟優點 有些孩子會告訴我們 他可能跟爸爸媽媽發生了什麼事 那孩子是很軟弱的 對 那孩子來告訴我的時候 我就會跟這個孩子聊 聊完之後 我會陪這個孩子 我們一起做禱告 有時候在這個禱告過程當中 看到孩子是在哭的 對 那 我覺得在那當下 我覺得神也在 神也在觸摸他們 對 那我覺得孩子們 他們可以感受到 他們 他們在台灣的考試制度之下 他們不是自己在那裡 努力為了分數在前進 長安孩子他們在家長的要求之下 他們其實 他們其實很無奈 孩子在這上面他們特別軟弱 對 但是又沒有出口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跟我聊的時候 為他們禱告完之後 我就會告訴孩子 我就說 接下來你的過程當中 都會有神陪伴著你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也有一些家長可能就會來告訴我 他的媽媽可能跟爸爸吵架啦 為了什麼事情吵架啦 那媽媽就想要離婚啦 那其實在那過程當中 我覺得神讓我經歷 婚姻前面的一個交往過程的 一種感情上的背叛 到後面怎麼樣去順服自己的丈夫 怎麼樣丈夫真的在家庭裡面 擔起她的責任 我覺得那個是 後來就覺得 我明白了 神讓我們經歷這些 為的是要我們能夠去活出祂的見證 所以後面 這一對夫妻 包括跟孩子之間的相處 從緊張 到現在他們每一個週末 爸爸就是帶著他們全家一起出去玩 對 所以我就 看到的時候我真的很感謝神 因為這其實在我自己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在我的能力之外的 對 但是就是 在我能力之外 我覺得能做到的就是神 真的進到主祭壇的過程當中 我發覺其實從婚姻到職場上面 我發覺我的狀況神都知道 我根本不需要去跟神說 跟神去求什麼 那慢慢的我覺得透過婚姻上面 神帶領我當個順服的棋子 在職場祭壇裡面 我覺得神也是帶給 就是給了我一個 教育上面的一個負擔 知道這是神要我在 教育這個領域上面 去為祂租祭壇 不管是個人 家庭 那職場 那我們就會為著 台灣這個地去祷告 畢竟我們是生活在台灣這邊土地下 好 那百姓 我們不需要 去祭壇